Hello大家好,我是姚竹,现在是2020年的4月7号,现在是新西兰傍晚的时间,我们看一下有关最近经济的情况,ASB的首席经济学家说呢,长期看政府可能会借债1000亿来应付经济的下滑,那这个呢是需要未来一代人去偿还的,突然觉得自己责任重大,在这一代人里面。 然后呢,QEBANK的这个经济学家说,预期GDP的Q2会比Q1再降12%,然后经济总规模在2020年全部缩水会达到5%,WISEPEC的经济学家呢,他预期说未来4年,新西兰的这个政府负债将会从现在的占GDP总值的18.5%,上升到2022年中期会占到40%。 目前呢,好像预测肯定都是不乐观的。 现在我们来说一下,关于新西兰现在在封锁这个期,到底什么能开,什么不能开呢? 我也觉得好乱啊,因为之前不是还说看到了一个大型的卖这个零售的在开吗? 我还以为只有超市和这种日用品店在开。 其实不是,国家党经济发展事务发言人呢,他说政府决定的过于随意了,而且特别不一致。 比如说呢,就是这种日常的日用品店,就是小铺,咱们国内说的小铺是可以开的。 但是呢,卖肉的店或者卖蔬菜的这种店就不允许开。 然后呢,香烟居然被列入了是生活必需品,也就是说基础类物资,基础类物资里面。 这个好像有点不太合理哈。 趁这个时候大家可以戒戒烟也不错,坏了,我会不会挨你们的抓橘子抓苹果。 然后呢,就是说农业是可以继续发展的,但林业就不可以,就像我们昨天说的那个种花。 那么新西兰的报纸现在是不允许印刷的,反正就是规定了,说是有点乱。 我现在也是觉得豪乱啊,只能是需要什么,不需要什么,只能碰碰看。 然后所以呢,就是因为这个情况,菜价可能会有一点往上涨的情况。 另外呢,像这种大型的零售品店,家具店,就是买什么床单啊,备照啊,或者这些小家店这些店呢,它可以网上营业。 但是网上营业这种无人接触的送货是允许的,但是只是也是允许这种基础类的生活物资。 那么它是怎么定义的呢?比如说,你买个水壶,这个是可以的,但是如果你买手机,就不可以,手机是不让卖的。 那比如说,你可以买汽车电池,但是如果给汽车打蜡了,这个就是不可以卖的。 但是呢,有些人就质疑了,说整个的包装的过程,发货的过程都是无人接触的,只是它是属于基础物资和不基础物资,这样来分类的。 但是既然你要发这个,大家基本上用的这种生活用品的过程当中,不是也要保证这个物品运输和工作人员的安全吗? 那既然已经保证了安全,那为什么其他的东西就不能运呢? 其实呢,有一些肉铺,它是可以从网上来下订单的,但是呢,现在的规定是,在封锁之前,如果你本身有这个网上下订单的这个业务,那么你还可以继续。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肉铺,它就举例来说,如果你是一个肉铺,你之前没有这个网上下单的业务,那你之后也就不允许再开展这种网上送货和下单的这种业务。 这些规定就很乱,所以在这里我也不跟大家一一说了,但是导致一个什么结果呢? 就导致一个大家都去澳大利亚来购物,网上购物。 但是呢,还是有人指出,就是说,如果我们都去澳大利亚去购物了,那么其实并不是,并是在打击当地,新西兰当地的这些所有的公司和市场吗? 因为大家都去海外购物了,但总理仍然说是不希望更多的店去营业。 如果他说,如果这些蔬菜店营业了,肉铺可以开张了,那么接下来面包店要不要开? 所以呢,他说这样子的话就非常不利于防疫,这就是他给出的原因。 不过呢,接下来我好像要看看网上购物,从澳大利亚买点什么,回来吃吃玩玩了。 好,我今天先说到这儿,看看有什么消息,我再跟大家来分享,拜拜。 拜拜。